您好 欢迎收看4月11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旅会 花联县消防局向中央争取了近亿元的预算 兴建特种搜救大队听设 除了供队员办公空间 也兴建一座高低训练塔及听设够够 兼具训练功能 在11号动土 预计明年8月份可以完工启用 而后续也会有光复 热水 封冰等多个听设来动工 期盼未来可以巩固花联县的救灾网络 花联县消防局向中央争取近亿元预算 兴建特种搜救大队听设 11日举行动土典礼 预计将在明年8月完工启用 而在地博伦社也合资捐赠总价值33万多元的6组充电式砂轮机 及2组充电式军刀具给特搜大队 特搜大队听设基地位于吉安湘农会旁 原委农委会花联农改厂苗圃 经益销林阿土介绍 透过都市计划个案变更 变更为机关用地等程序 去年6月国有财产署完成无偿拨用作业 恭喜花联县 我们的消防能量越强以外 而中央的权力支持 也让花联的消防 我们的承载的责任更加的重大 尤其是除了我们的特搜大队 将在这里落脚落户以外 我们更有在48高地民意营区 我们更有这个特搜的训练基地 还有我们的防灾教育馆 消防局长林文瑞表示 特搜大队前年成立 目前队员23人暂时配置在各分队 听设总工程经费9650万元 为地上三层建物 总楼地板面积819平 可容纳40名消防人员办公 及15辆以上住宅住户勤务车辆 也将新建一座高低训练塔 兼具训练功能 除了特搜大队听设 花莲人理、封兵、瑞穗、光复 等多个消防分队听设 也正在改建或即将动工改建 消防局还争取到 花东基金补助近2亿5千万元 将在48高地民意营区县址 新建花莲县特种搜救训练基地 既防灾教育园区 期盼花莲整体救灾能量 能更进一步强化 记者长邦彦吉安商报导